里面标的是三菱氏的不锈钢 我认为的话它这个不是三菱氏不锈钢 里面参与着别的东西 最简单的一个办法用磁体来写 还是写得上 入眼看的话呢 好像是个锈 如果说是锈的话呢 应该是我用这个苏打或者是醋的话 应该可以处理掉 沈先生的介绍 这个米家恒温电水壶 是2020年在小米之家大跃城店买的 花了199块钱 水壶内胆上标了不锈钢304GB4806的字样 在他的印象中 不锈钢是无法用磁铁吸住的 沈先生拿来了一块磁铁 结果磁铁牢牢吸在了水壶的不锈钢内栅上 沈先生说 电水壶现在底部有黄色的东西 怎么都去不掉 如果说是它正宗的不锈钢 应该是不会有产生这个问题 我用的其他就是家里面的 就是普通的不锈钢水壶 就没有这样的情况 今年年初 沈先生向小米售后反映了这个情况 售后检测结果写着不加热 建议处理办法是商品置换 据沈先生说 售后表示水壶底部的东西 可能是干烧造成的 最终厂家补发了一个新的电水壶给它 结果几个月后 劳问题又出现了 沈先生说 近几个月以来 家人喝了这个电水壶煮沸的开水后 都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沈先生拿着水壶来到了 小米之家大月成电 其实我不知道这个葫芦构造具体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相信你这边已经能吸出来的话 它里面的东西就是外壳 和不锈钢之间可能会有金属 就算说你说的那些 比如它清了断烧 可能挥发出那些几本金属什么 它也是不会吸上去的 所以我是觉得这里面 肯定还会有其他金属 它不可能说你全都是不锈钢的 对于沈先生的诉求 小米之家的工作人员表示 会帮忙申请售后 如果要检测 需要沈先生自己找机构 这边真的有什么 自己产品出事之前上市之前 肯定要走国家全都有流程的 一般是顾客去做一些相关检测 你走了很多的流程 以及相关的诉求 就是表达您觉得它有问题 对吧 就是或者说 我们这边给予你的 就是售后这边维修单给你的东西 你不认可 这边 所以我们这边去走相关流程 看能不能申请一下相关的 比如你要退货也好 换货也好 都是可以的 后来 小米集团公关部向记者反馈 不锈钢在加工过程中 会进行切割和折弯 进而改变了钢材的组织结构 也就是码尸体加大 码尸体转换越多 磁性越强 所以加工的不锈钢 是会带有一定磁性的 关于沈先生反应的其他问题 小米方面表示 正在跟进中 1818红金一眼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